2017世大运开闭幕 北市府确定从大巨蛋改到台北田径场 外界都很担心万一遇到下雨有没有备案呢 台北市副市长周立芳今天表示说 部分的座位还是有雨遮的 下雨天还是会在田径场举行 至于景林的小巨蛋呢 也会用来作为部分活动使用 对于大巨蛋攻起延当 北市府也说了要拿来做体育项目场馆 机会很渺茫 2017世大运开闭幕 北市府派案确定从大巨蛋改到台北田径场 但变更场地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因应 有四面呢有两面是比较长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本身上面都已经有雨棚 是有雨遮的 所以只有少部分的这个座位呢 是没有雨遮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来做好一些 这个雨具的这个防备啦 负责是大运的副市长周立芳很有信心 强调部分活动还是会在小巨蛋进行 除了雨天因应外 第二个问题点就是座位从四万个变成两万个 减少了五成 更惨的是大巨蛋攻起延当 加上跟北市府纠纷不断 要作为体育项目场馆 机会恐怕也很渺茫 以现在的这个进度 假设还没有办法 这个做一个最后的这个确认的话 在作为这个场地上面 恐怕是会有困难 那当时远雄也认为 我们在申办的过程当中 也尽了远雄的责任了 那现在更改场地 我们是表达遗憾 我想我们的运动场馆的设施 已经获得了国际机构的肯定 那么在任何的这个国际大型赛事 我们都可以应付 大巨蛋确定被排除 在市大域名单外 也让北市府和远雄 双方争议恐怕持续延烧 欢迎讯论赖伟凡 吕佳恒台北采访报道